1988年,台湾开立公司推出了一档青春大对抗节目 年仅13岁的徐若萱和另外两位女生被选中 一起组成了小猫队,在节目中担任主持人助理 很快就有人觉得只有三个女生太单调了 只能吸引男观众,但明明女生的钱是最好赚的 于是,公司向外招聘了三位长相帅气 并且才艺满满的男生 经过层层选拔后,吴奇龙、苏友鹏、陈志鹏脱颖而出 就是在这档节目当中 徐若萱认识了她的初恋吴奇龙 为了对应小猫队,这三个男生的组合就叫小虎队 随着小虎队的走红,小猫队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在小虎队的光环下,小猫队的存在十分尴尬 不久后便解散了 幸运的是,两年后,徐若萱参加某选秀节目 并成功夺魁签约飞碟唱片 再次和吴奇龙成为师兄妹 1991年,小虎队被迫解散 只剩下吴奇龙一个人在娱乐圈闯荡 在这种情形下,贴心的徐若萱走进了吴奇龙的心里 两个人恋爱了 多年后,徐若萱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有一次他去吴奇龙家里玩 吴奇龙给他倒了一杯很冰很冰的水 由于喝得太急,导致猪牙疼了起来 为了让他嘴里的冰块快速融化 吴奇龙给了他一个十分难忘的热吻 这就是十分著名的熔冰热吻 其实一直以来,吴奇龙在娱乐圈里都是比较低调的存在 但在感情上他却一点也不低调 十二岁就有了初恋,除了熔冰热闻之外 还和蔡绍芬、玛雅叔有过纠缠的过往 每一段都很有故事 吴奇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不仅生的帅气 而且自小就学习柔道和跆拳道 练就了一身的好招式 颇有运动天分的吴奇龙 从小学就开始比赛挣奖金 据说因为长相帅气 每天都会有学姐和学妹尾随到他家里的小店 帮着一起洗碗做家务 女孩子们环似左右 每天变着花样给他送早餐 有时他到教室发现 抽屉里早餐摆了好几份 因此十二岁的时候 吴奇龙就早熟的有了初恋对象 有四骑摩托车 两个人完成了第一次的亲吻 不知道吴奇龙是不是有什么癖好 总爱整一些奇奇怪怪的吻 其实那个女孩长得并不漂亮 跟后来和吴奇龙有过纠缠的刘诗诗 蔡绍芬等人无法比较 但他们两小无猜 将对方视为命中注定 谈了七年的恋爱 十六岁那年 吴奇龙因为个人比赛成绩出色 被保送到了台中体育专科学校 成了亚运会的储备选手 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事情 吴奇龙未来很有可能 出现在运动会的赛场上 成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然而现实却是父母经商失败 欠下巨债 为了躲避债主 一家人不得不四处搬家避难 其实从十三岁开始 吴奇龙就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做兼职 给自己赚下一周的生活费 他给人洗过车 做过清洁工 甚至还在建筑工地搬过砖 没有休息日不算 连晚上他都要去摆地摊 靠着男色卖洋装和女生用的小饰品 直到1988年的一个夏天 吴奇龙像往常一样 在夜市摆摊 忽然他发现 有个大男人每天来看他 到了第三天 陌生男人看吴奇龙的眼神不太对劲 才上前解释说 你不要误会 我是开立公司的星探 觉得你很有天赋 我们想邀请你 在那个娱乐明星并不发达的时期 港台两地遍地都是星探 吴奇龙对这个男人说的话兴趣不大 但在家人的建议下 还是留了联系电话 因为家人知道 娱乐明星挣钱多 来钱快 心探也看出了父母的意思 经常往吴家打电话 有时和吴妈妈一聊 就是两三个钟头 最后在妈妈的建议下 吴奇龙决定去试一试 因为有功夫在身 也不怕有人乱来 来到面试现场 很多人都多才多艺 15岁的苏友鹏会弹电子琴 17岁的陈志鹏跳舞很厉害 而18岁的吴奇龙 除了学过柔道和跆拳道 什么都不会 于是情急之下 他只能跟着播放的音乐 胡乱跳了一段 最后来了一个 自己擅长的后空翻 不过也正是这一番 也将他的命运转折 1988年暑假 一个叫小虎队的组合 横空出世 三个长相帅气的男孩 唱调俱佳 赢得了不少女孩的欢心 多年后的Tickball 和他们相比来说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其中 霹雳虎吴奇龙 所接受到的反差最大 原本他就是和同学 在街边摆摊 摆袜子的小商贩 如今却红遍了大街小巷 飞碟唱片 看中了三个人的热度 果断牵下他们 并让他们和本公司女子组合 幽欢派对的专辑里 蹭着录了两首歌 1989年 两个组合合作发行的专辑 新年快乐 大卖40万张 火爆一时的青苹果乐园 就在其中 到了1990年 小虎队入围第一届金举奖 最佳组合奖 三个人合作的首部电影游侠 也荣获当年台湾十大 最高票房电影 他们彻底走红 在这期间 吴奇龙还和幽欢派对中的 其中一位 传出过绯闻 不过被吴奇龙的粉丝强烈反对 据说还私下里一起组织 将女方打伤 还真是女人的矛盾来源于男人 不过此时的吴奇龙顾不上高兴 因为三个人当中 另外两人家境良好 只有吴奇龙负债累累 吴爸爸生意失败后 又沉迷赌博 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巨债 儿子走红之前 他们一家靠着搬家四处逃亡 但吴奇龙走红后 吴爸爸却不开心 因为人人都认识他 跑到哪里都会被人找到 只能乖乖还钱 而重担都放在了吴奇龙身上 那段时间 吴奇龙每个月要还的固定债务 高达20万人民币 很长一段时间 他每天要工作将近20个小时 只要赚钱什么戏都接 有一次 吴奇龙连续工作七天七夜 哥哥来接他回家 车上他跟哥哥聊着天 脸上笑着 眼泪却哗哗地往下流 据说有私受伤 但为了拍戏赶进度 吴奇龙不顾劝阻出院 每晚在酒店自己换药 经常弄的床单上都是血 好在那几年 小虎队的发展势如破竹 专辑销量屡创新高 吴奇龙的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 1991年8月 小虎队的第五张专辑 爱在亚洲发行 销量在创新高 不过同年 苏友鹏考上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 陈志鹏入伍兵役 小虎队就解散了 吴奇龙单飞开始了个人演艺事业 先后推出几部作品 之后就和苏友鹏 金城武 林志颖 并成为台湾四小天王 也是在这个时候 吴奇龙恋上了16岁的徐若轩 彼时徐若轩还是组合少女队的成员 吴奇龙是他的初恋 不过这对相差5岁的兄妹恋 只维持了两年 就已分手告终 据说是因为吴妈妈 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 当时徐若轩不堪打击 还伤心地哭了一整夜 在这期间 吴奇龙全国巡演开始更加卖力的工作 唱片销量在台湾居高不下 奖项也拿到不少 1994年 吴奇龙和杨彩妮合作电影《梁柱》 拍摄期间 两个人传出绯闻 就连导演徐克都表示 拍摄的时候 感觉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 现场有很亲密的死场 不过此时的杨彩妮 正和四小天王中的金城武打得火热 吴奇龙的到来 让两个人的绯闻 变成了三个人的绯闻 但三个人始终没有承认过 后来随着吴奇龙的应征入伍 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时间来到98年 吴奇龙因伤病提前退役 在电视剧《还我情心》拍摄的时候 蔡绍芬和吴奇龙因戏生情 此时的蔡绍芬26岁 为了帮母接还债 刚刚从刘鸾雄的怀抱里脱身 据不完全统计 在大刘身边的这些年 为蔡母还的赌债高达上亿港元 后来合约期满 蔡绍芬离开大刘 但蔡母还是债台高筑 蔡绍芬苦不堪言 最终无奈之下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和母亲断绝关系 也许正是因为共同的经历 让两个苦命的人 惺惺相惜 相互治愈 也是在这一年 31岁吴奇龙还清了长达12年的债务 但他和蔡绍芬的恋情 也没有维持很久 也许是因为两个都太缺乏安全感了 玩够了的吴奇龙 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但他的第一段婚姻 却给自己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和蔡绍芬分手之后 吴奇龙专心搞事业 他演唱了自己主演的电视剧 肖十一郎的主题曲转弯 无债一身轻的他 再也不像往日的忧郁和冷酷 和同剧组的24岁回族姑娘 玛雅书相处愉快 后来吴奇龙到北京发展 玛雅书就做东道主 主动带着吴奇龙到处找机会 还给他提建议 慢慢的 这艘友谊的小船 驶进了爱情的港湾 2004年 34岁的吴奇龙和27岁的玛雅书 主动公开恋情 并对未来一阵畅想 此时的刘诗诗才17岁 正在读大三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从此步入娱乐圈 2006年 玛雅书和吴奇龙正式领证结婚 没有酒席和蜜月 但吴奇龙送了爱情一个 价值六七百万的大赠金 所有人都在为两个人的结合 而感到开心 并送上祝福 可是好景不长 婚后一年 吴奇龙就被人拍到 和女演员杨景华在KTV彻夜狂欢 随后也许是多年的机缘 在一瞬间爆发 吴奇龙自爆房市 声称和老婆玛雅书结婚两年 同房还不到五次 他们一个38岁 一个31岁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600多天还不到五次 这次话一出 就像在平地扔了一颗炸弹 媒体们都非常好奇 不久后 玛雅书被爆和一名外籍男子 同住一间酒店客房 重点是三天三夜没有出门 中间吃饭都是助理送上门 新闻一出立马引爆网络 吴奇龙的头上仿佛有着一片草原 后来玛雅书的经纪人出面回应称 两人已经协议离婚了 只是还没带手续 多么老套的公关手段 吴奇龙的前经纪人实在看不下去 站出来回应道 他是一个傻小子 每次都上女人的当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玛雅书还暗示 吴奇龙和经纪人暧昧不清 被经纪人否认后 他又暗讽吴奇龙不行 这下网友们一边倒的炮轰玛雅书 两边粉丝丝的你死我活 各种不堪的传言喧嚣沉上 终于在2009年 两人发布离婚声明 写道 感情是缘分不是工具 缘分尽了就该放手 让家里人担心了 自己会重新开始 据说 两个人分手时 吴奇龙还把北京的那栋千万豪宅 留给了玛雅书 以及一笔不菲的赡养费 一直到多年后 玛雅书而女双全 吴奇龙东山再起 并遇到一生至暗 拉雅书再次对当年的流言逐一反击 不过并未激起多大的水花 毕竟都是一些前程往事 只要大家都幸福就好了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 吴奇龙因为饰演 步步惊心里的四爷 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也迎来了现任妻子刘诗诗 2013年 两个人公开恋情 两年后结婚生子 也算是用实际行动打脸了前妻 回头看看 吴奇龙的前任们 似乎也都有了不错的结局 太少芬遇到了张进 姐弟恋羡旁人 徐若轩嫁给了新加坡富商李云峰 隐退娱乐圈 前妻玛雅书也和外籍丈夫 过着夜夜升歌的快活生活 如今快50岁的吴奇龙 也在尝试着付出 参加了真人秀和电视剧的演出 能否再次翻红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幸福了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